云宝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天宝阳宝性命也无余了 云宝呢 云宝他逃回家了没有 我找遍了书院的每一个角落 都没见云宝的人 我们出来的时候 还不见云宝回来 那奶奶和我娘他们怎么样 他们是不是已经收到了消息 嗯 奶奶气急攻心 再次吐血了 四审他也是险些晕死过去 书办审娘们 包括奶奶都是急得要来书院查看情况 我和你六哥七哥好说胆说 这才安抚住他们 对 不能让他们来 要是让奶奶看到书院的惨状 那就麻烦了 云宝 你歇着吧 我和你六哥七哥去找云宝 你别太担心 云宝既然逃出了书院 应该就不会有事 嗯 对不起 五哥哥 不如其来的道歉 让金玉宝争了证 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 知道元宝这是在担心他明天的婚事 打元宝 这不能怪你 要怪 只怪那些该死的凶徒 可是 金玉宝冲着元宝摇头 并且看了看周围情绪激动的家属们 示意元宝不要把错懒在身上 六哥和七哥在看完天宝阳宝的伤势后 也过来询问了元宝有没有受伤 然后便和五哥离开寻找金玉宝去了 你们四个过来一下 你们谁的医馆大 药物权 现在把这些伤者全部转移到医馆里去 我我我 我姓重 医院就在两条街外 好 就送回你的医馆 你要负责好对伤者的病情监测 并照料好所有的伤者 解决了幸存者的问题 接下来就该解决受害者的问题 看着那些已经哭到无声 只知道麻木抱着孩子尸体的家长们 元宝感到难受至极 去城中最好的棺材铺 给这些遇害的孩子 夫子们打造最好的棺材 另外兽医指前等物件 都准备最好的 去把城中的武作都请来 请他们帮这些孩子练了全师 小姐 我没事 快回府去休息一会儿吧 郡主大人 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咱们兰州城能有郡主大人 你是兰州城的福气 就是为了咱们兰州城 为了咱们兰州城的百姓 您也要珍重身体啊 是啊 郡主大人 您就回去吧 这里有我们大家伙呢 您安心回去休息 听见大家都是这么说 心中的愧疚减少了几分 想到奶奶和娘亲的身体情况 她也没再坚持 带着秋雨等几人策马回府 娘 娘您安生躺着吧 有元宝在 天宝他们几个肯定不会有事的 娘 儿子跪下求您了 您快躺着好好休息吧 您的身体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元宝 元宝 你弟弟他们真的遇害了 没有 奶奶 您这都是听谁的胡言乱语 有我这个神医亲传弟子在 天宝他们怎么可能有事儿 您这是小看我 不相信我的医术呢 那我的妖孙们怎么不回来 这都天黑了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元宝 你不要骗奶奶啊 要是他们真出了事儿 你让奶奶去见他们最后一面 你二哥哥离得远 奶奶没能去接他回来 你弟弟们 奶奶要去接他们回家啊 奶奶 真没事 难道你连元宝的话都不信了吗 他们现在好好的 只是被政府引带到衙门去配合调查了 等调查完 马上就能回来 真的 嗯 真的 奶奶 我金元宝跟你立誓 你的三个妖孙都好好的 一根指头都不会少 见元宝如此信誓旦旦 苗氏这才缓缓肯回床上躺着 不再闹着要去书院将孙子接回家 奶奶 您现在脉象紊乱 我给您施几针 让您舒服些 能睡上一觉 好不好 好 元宝 娘 您也放心吧 我跟奶奶说的不是假话 只要有我在 天宝他们不会出事的 元宝 须留地捂着心口 鬼一软就跌坐了下 幸好包居花等人及时嫁给他 将他扶去了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元宝照例也给徐刘弟整脉 然后给徐刘弟施针 还有 大家出去吧 让奶奶和娘亲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 留一两个人看顾一下就行 邹氏和包居花主动留下照 其余全部人都跟着元宝出了房间 元宝 你跟爹爹说实话 爹 弟弟他们真的没有生命危险 我会把他们全虚全以地带回来的 你们大家放心吧 这下 今次他们的心这才总算是彻底放下 嗯 好端端的 咱们就出了这么多事 无妨 亲家是明事里的人 我现在就去苏府 跟他们商量婚期延后一事 我就是觉得对不起 妙汉和玉宝这两个孩子 本来他们的婚事就是匆匆忙忙 现在又 那就照常举行 什么 那些人选在今日动手 要的就是拖延婚期 饶得我们金家鸡飞狗跳 我们就是要不受影响 照常举行婚事 武叔叔 你去苏家问问吧 如果苏家人不介意 那武哥哥和武嫂嫂明日就照常举办婚事 要是介意 那就算了 再另则加期 哈 我这就去苏府 要是亲家不介意 咱们就举办婚事给那些狗东西看看 咱们金家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我也听 你也累了一天了吧 赶紧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家里的事情 还有爹和你叔伴哥哥们在呢 你不用担心 好 那我这就回房间去了 元宝当然没有回房间休息 只是为了让金寺安心罢了 他从后门又悄悄离了府 他还得把弟弟找回来才行 元宝骑着马 沿着吊着窝人的城门方向去 一边找弟弟云宝 一边留意沿途之路有没有什么异样 元宝一直走到城门处 看见被挂在城墙上的那些窝人 也没能找到弟弟云宝的身影 我弟弟在哪儿 是不是你们把他抓走了 你不说 没事 我有千种百种让你开口的办法 你尽管可以试试 不知道 我们没有抓他 他自己跑出去了 你们是谁派来的 没有人 我们是大太阳帝国的武士 主动为我大太阳帝国铲除 即开拓江土路上的绊脚石 哈 没有人 那意思就是说 你们代表的是你们的那个鼻息大的小国 为什么你们大恩的狗都这么厉害 什么事了 你看不出来吗 好了 我这个人最是记仇 你们伤害了我的弟弟 若是不老实供出祸首 让我找祸首算账的话 我就只能把脾气都撒在你们身上了 如果我回答你的问题 你能只让我一个人洗吗 报告 提响 你家主子没让你开口 你们这些窝人就不配说话 但是哒哒哒 一点礼貌都没有 别怕 我一般都很温柔的 只有对待你们这些连激烟了都不如的哒哒哒 才会收不住脾气 你继续你的演讲吧 那个 翠花 把它放下来 我们再慢慢问话 至于其他的窝人吗 去准备试骨的刑具 给这些哒哒哒的长长复骨驱行是什么滋味 说 交代清楚了 我可以赐你一喜 并不再追查你的家人好友 你先把我身上的绳子割开 我太难受了 我没有耐心和时间等你磨叽 是要说 还是要是什么花样 抓紧时间 城墙上的人还能活着下来吗 他们看见我跟你走 若是有机会 肯定会禀报给少家主听的 到时候 少家主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家人 所以 你得去将我的妻儿接走 善待我的妻儿 在哪里 就在兰州城内 我已经在兰州埋伏十年了 这十年里 我瞒着帝国 偷偷取气生了子 你就不怕我赶尽杀绝 直接去杀了你的妻儿 不会 他们是大安子民 是兰州百姓 他们是无辜的 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生活 所以 你不能杀了他们 你应该知道 我还是一个医师吧 我等一下就让你的同伙 吃下我给的药 保证他们从此无法开口 而且还四肢无力 不说除了我绝无解药吧 但是就靠你们窝人 是不可能解的 而且只要你的妻儿 确实是大安王朝的人 并且对大安王朝没有异心 我不会动他们的 我是石江家族 安插在大安王朝的习总 此次行动 我是听从少家主的调解 石江 好熟悉 谈谈加入那大大大的首席面首 不就是叫石江康生吗 看来你说的少家主 应该就是石江康生了 真没想到我一直没放在眼里的烟渣东西 居然有一天能伤到我 看来真是不能小看任何人呢 不过嘛 正好趁着这次机会 把谭台加润踢出局 二三享 第二 谭台加润踢出局